大家晚上好 大年初二继续跟大家直播来谈 朱年谈新加坡租事 如果说朱年谈租事 新加坡的事也不少 我看到的我听到的 当然现在沸沸扬扬的还是那件事 我今天不想谈那件事 哪一件事呢 就是那个出租车司机 遇到一个不讲理的女乘客 听说她这个司机被LTA叫去问话 我想大家也不要太紧张 叫去问话不一定是坏事 因为有人投诉就一定要去处理的 有些东西是这样 顾客永远是对的 顾客永远是对的这个大原则之下 如果有顾客申诉的话 有关当局一定要拿口供的 所以这个司机一定要去面对 如果他坦白他把那个录像带带去 他们可以了解 因为那个录像带是一直拍的嘛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部分 前面进车一直到结束 我想那个录像带 那个车里面的录像带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 我知道网民真的很不错 四百多个网民为他请愿 其实不要说四百个网民里 四万个网民都没有用 如果他有错就是有错 如果他没错 一个网民没有去跟他请愿也没有错 所以大家看得出大家的爱心了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去攻击那个 我们讲了就算了 那两天我也讲了就算 但是如果你太过过火的去攻击他的 这个就不太好了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要小心 因为你这样子人生攻击太厉害是诽谤 人生攻击太厉害 不要忘记他是做law的 law firm里面做工的 那大老板对他输你 你也划不过来 好不好 大家过年我们就 鼓励的话多说一点 对那个事迹 对对方那种 你看得摇摇头就真的要算了 我也看到另外一个录像带 是在香港的 因为香港人这样去挑 挑衅那个德国佬 德国佬很大致 挑衅他挑衅他 德国佬真的是受不了了 真的是要揍他 警告他 他整个人杀杀不能讲什么 牛头不对马嘴这样 这些人真的是无聊 在地铁里面过年期间 是不是过年了还是旧的骗我也不知道 就是这段期间看到 真的是觉得大家在外面 不要真的是过年要和气生财 你们不是很相信这一点 那我们新加坡 到底猪年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就谈一谈 我跟他一个网民 他写一句话非常有意思 我就抄下来了 他说我们是岛国人 小小的岛但有浩瀚的天空 我们真的是岛国人吗 我们是在新加坡这个很小的一个地方 从东到西 驾快车一个小时半大概也是驾完 一边到一边 最多是两个小时 南到北也是不到两个小时 几百平方公里啊 对吧 那么小的地方 几近了几百万人 但是我们 我想这个网民给我一个感触是 我们还是要乐观的 因为我们面对的天空是很大 浩瀚的天空 意思是我们面向海洋 所以我们新加坡人应该要 真的要积极的去想 除了你 当然很多人想看不惯这里 看不爽这里想移民 我个人不是很赞同你去移民 但是我是很赞同 如果外面的世界能够打拼的话 你去吧 那不要忘记自己的家乡在这里 自己这里还有父母 就算你移民的话 我不赞成 但是我也不反对 所以如果你必不得已需要移民 那你还是要 心要细回故乡 就是你要 常常回到家里 看看家里的人 现在飞机票不是大问题了 当然 如果你说你移到美国去 哇那真的是有点头痛啊 那个飞机票很贵 如果你移到澳洲去 那有时飞机票便宜起来 真的是几百块的买得到一张 去澳洲的飞机票 所以要常常回家 那我们心 我觉得这个网民 另外一点 也让我们有一个积极 向上的心 我们真的要 心胸要 很宽大的 去看这个世界 不要太过 不懂啊 我觉得新加坡人被吓坏了 你们还是被吓坏了 不要担心 如果你认为有什么不公不义的事情 你要说出来 你不要等别人自己挺身而出 如果你发现你的电梯有问题 要告诉你的市政你是会 不管你 你什么政党 你就是要告诉 你要控告 好像我家楼下 他们那时候那些城报上来 来做这个 多层停车场的这个 电梯工程 他们就在 停车场的 就是我们组屋的旁边 建了一个小铁屋 里面放那些 我也不知道放什么 放那些建筑器材 一年后 做完了 总算做完了 那个铁屋子 竟然在那里逗留到一年 那时候我有驾车 当你驾车的时候 有时有囊点 看不到 因为那个铁屋挡住了那个视线 所以我就敢敢去 敢敢啊 整天去 去烦他们 就complain了 后来他们真的拆掉了 那我想问你 我不是居民委员会 为什么我能够这样做呢 我等那个居民委员会 所以为什么我对居民委员会 没有信心 是这样 我要放你给他做吗 我直接放你到 MP的那个网页吗 这边MP都有网站 好好的跟他讲 他们一定会去处理这件事情的 很多事情是应该讲 不要怕 不骂就要提出来 那你不要乱骂就好 你不要乱乱诽谤人 好好啊 所以我这一次 新年 看得出我的亲人也是担心我了 因为他们无意中看到我出现在YouTube 我变成直播客 他们担心 他们也不敢面对我这样 好像怕讲了我 好像说 哇 你敢敢这样做 因为那个冯伟中的那个YouTube影片 哇 好多人看到 那我也照讲嘛 我对当兵的东西我照讲 但我也是听到一些内幕消息 但是不方便讲我就不讲 那我开讲的我讲 我真的不能够接受啊 最近 网民文也是说嘛 我们的有关当局你要承担责任啊 你的承担责任不是每一次都 你要你道歉 然后你改良 然后你什么独立调查会 然后你改善改良 然后希望事情不要发生 这个过程是对的 问题是 第二次再发生怎么办 好像资料泄漏 医院的资料泄漏已经不是第一次 然后邮局也有一些 信件人家也不要 那个邮差也不去 所以这些点点滴滴就是整个 看到整个的结构上 架构上组织上有问题嘛 那我们是讲出来嘛 为了大家好 我不希望我的邮件 被丢在路边啊 我也不希望我家里 我的人生资料被公开 当然我也是有说 我们这种小人物资料被公开不要紧 但是如果你那些大人物呢 那些大人物哦 千万富翁的 如果他真的患上 那个艾滋病的资料被公开的话 你要赔多少 他请律师啊 我赔啊 我赔 你赔 你进俏俏赔吗 你会登报纸告诉我们 有人 控告政府吗 也不敢嘛 你登出来真的赔了钱 我们 谁付钱 纳税人的钱啊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简单的嘛 一定要有人承担责任嘛 做不好就下台嘛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说下台也不表示说一定是要 如果做不好下台 你换一个人嘛 你换人嘛 就好像那个 那时候那个地铁嘛 对不对 做不好就下台嘛 现在这个做得很好啊 感觉上 他做得很好 他就不用下台了 就这样简单 就是这样简单 下台的那个他要去做什么 我们那也去理他 就祝福他 所以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嘛 你做不好就下台了 但是很多人很担心 说我整天这样批判批评 不懂会不会影响我的饭碗啊 影响我的专业啊 影响我的 我跟你讲啊 我可以不要讲呢 那为什么我要讲 为什么网民当中有些人至高愤勇 每一天在网站自己讲 啊有一些不敢自己讲 只是写评论 为什么他们敢写评论 因为就是 看不下去了 很简单的 有大年初的讲到好像很严肃 这样 本来我 不过我 我刚才那个是积极的 本来是很积极浩瀚的天空 那你有浩瀚的天空 你心胸很大嘛 你才敢讲 不是因为你心胸狭窄你讲 我们不是因为心胸狭窄 就是因为我们心胸很大 我们担心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担心未来 我们幽国幽民 当然我们是小人物 小人物幽国幽民 不是大人物 就是这样简单 那我今天跟我太太去看戏 看两部戏 那个逊龙高手 另外英文片 另外一个就是成龙的 神探 浦胸凌 好像羊片比较好看 不过我在预告片里面 有梁志强的赫穗片 哇 我觉得赫穗片的预告 很不错 我后悔没有看那个 没有看那个梁志强的片 应该要去看梁志强的影片 不错 蛮好笑 蛮搞笑的 跟那个台湾的演员有 有那个安心雅 有那个胖胖矮矮的痘痘 娜痘 演得蛮开心 又有那个刘 我们的歌台女王 刘海玲 蛮开心的 还有那个 那些阿兵 阿兵阿兵的里面的那几个 那几个喜剧演员 为什么我会讲梁志强 没有讲成龙的浦胸凌 我不想讲 神探 你们要去看 看啊 就是 我还是觉得去年 因为他那个印度的那个比较印度片比较好看 哦 陈龙拍印度里面的那个那个 那个间谍片比较好看 哦 然后那个迅龙故事很好看 值得看 大家要看 哦 这个卡通片 哦不懂了 外国就是强了 这一点 羊片真的很好看 哦 然后 难得有看了戏啦 看到很多人 然后很多 诗歌有些 有卖 有卖东西 有些没卖东西 但是感觉到 也是很多人 气氛好像一年不如一年了 过年的气氛 可能是因为我家这边 初一拜年完了之后就大概没事干了 所以我们会觉得一年不如一年 哦 不像有些 你们这网友 看你们的 哦 有些很多 亲戚朋友啊 替你们开心 哦 那我在电影院里面 看到两个广告 我不得不讲 啊 诸年谈那种诸事里面 这两个广告 我有一点受不了 第一个是一个银行 你拍银行你要 呃 拍就是 你 就是能够提供贷款啊 你安心啊 有房屋贷款 有装修贷款 你就好好拍一个广告嘛 弄到这样鬼片这样的 新年 大年初 呃 上这种鬼片的那种 好像鬼片的那种广告哦 真的是大激烈士 你知道吗 哇 我有一些什么广告咧 起初 在想到底是电影还是广告 拍的好像蛮像电影预告这样 原来是广告啊 不是一个银行 哎呦 拜托啦 过年耶 然后另外一个广告 其实那个工作是很好的啊 社工 新加坡的社工啊 求学service 需要很多社工去 去 去帮助这个国家奉献出来啊 这个工作是不讨好的 但是你 你要拍个广告 你让我有感嘛 有feel嘛 你拍那个社工 去帮助那些残战人士 啊 激励他们啊 那个ok的 但是你们大部分的篇幅拍 拍着 足球队呢 是新加坡嘛 写新加坡 哇 哎呦 我们的足球队啊 现在 已经到了那种地步啊 是啊 需要你们去车啦 但是社工有车足球队的吗 哇 你们真的有做到这一点吗 啊 有派社工去车那个新加坡足球队 啊 做观众 我想 哎呀 这个广告有点 有点头重脚轻啊 我们的社工 很多地方需要社工的 安老院啊 儿童院啊 基层啊 慈善机构啊 医院啊 太多广告的内容你可以去做嘛 你花了一大堆时间讲那个足球员怎样 只要被你车一下 车一下喊一下 然后他哇精神起来 他就带球 然后就能够射进那个 把球射进龙门 那你就想到我们的新加坡的足球队啊 不要讲啊 吐口水嘛 对吧 当年说我们的足球队要达到什么标准 现在已经 听说只是在东南亚都排在 只是比斐济岛啊 好一点的吗 还是文来的那个什么岛啊 连文来队都打不过现在 那些文来队其实是很弱的 我都不想去看 本来好好的一个球队哦 又请那个外国洋人来 然后 那本来我们有一个本土教练 应该好好的去去让他们带领那个 那个队 好好的去一起进步一起成长 搞个外洋人来 搞了不三不四 现在你看整个足球队 到最后没办法请那些阿森纳来啦 什么 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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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年队来啊 请那些英国力的来做磨 然后你看我们的那个什么 没人看的每次看电视这样 观众啊寥寥无几这样 大家都是坐在主观台 周围两边都没观众 没有进步啊 退步退到 惨不忍睹 丢了这么多钱 这个就是 为什么又回到我第一个问题 有问题吗 管理层做不好就下台 换人住 就是这样简单嘛 对吗 做不好就要下台嘛 就霸住那个位 我不懂啊 是不是霸住位了 假如不是霸住位也是很麻烦的 现在乒乓也不行啊 好像也 也不行 反而雨球好像有个雨球肩这样很好 游泳就靠一两个游泳肩这样很好 其实就是个人啊 游泳肩这样也不是我们自己栽培啊 父母丢了很多钱啊 卖了物质啊 Josia Lim 这个游泳肩这样 世界金牌啊 新加坡好不用一个金牌 确实不是在我们的体制 他的那个训练体制下训练出来的 那表示什么 有问题吗 人家看的到有问题 人家当然是自己训练自己的孩子 啊 那个以求健将到底是怎样冒起来 我也不知道 是在这个体制 训练体制下 如果是 哇好 继续 如果不好 下台了 换能 换 更有能力的人做 就是这样简单嘛 如果你的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你要追求普及 运动 普及体育 那很容易 如果你要拿到金牌 世界级的金牌奥运会的 你就要有那个 信心跟魄力跟那个能力去做 搞到这样啊 我觉得新加坡 今年呢也不懂是 会发生什么 还有一件事情啊 是蛮开心的啦 看到在野 在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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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领袖 全部到 一个前国会议员 陈青木先生的家里拜年 哇 集集一堂哦 大家争着拜年拍照 那我看一下 哇有些不错啊 在野的领袖是非常积极的 有些是我们最大的在野 在野党 一个是不大啦 但是他每次去竞选 我们也是派第二多的那个候选人去的 一个火箭党啊 一个铁锤啊都在啊 哇 很开心 看大家都在一起 我也有说不要过分的解读啦 过年组是要在一起嘛 但是在一起总是会谈一些东西 不需要让你们知道嘛 可能大家讲 哎你们来接大选怎样啊 你要去哪一个区啊 你大概哪一个区 我们不要重复啊 我们不要对打啊 我们不要分散选票啊 然后听说你要有三分之一 哇那你不是要拍三分之一 你要拍更多 哇很多选区变成我们会三角战啊 我们很担心三角战啊 但是 你看我们的过去的选举的成绩哦 有势力的在野党两个很少碰在一起的 那因为陈金木是新的政党 也没有人敢碰他嘛 如果他所以他需要协调啦 这是理所当然 如果他先放出风声说他要去这个区去服务 大家可能就避开啦 那我刚才讲的是过去两个比较强的在野党 通常他们都没有碰在一起 那如果那个强的在野党跟一些比较弱的 而且 哎呀我讲这句话大家也不要 会不会有一种同意啦 就是有些好像不是很很有 很有真的有势力的 平时真的没有看到他们 现在我敢讲 有些在野党是平时没有看到的嘛 也没有能力的嘛 哦也 哎呀 广东话搞搞展这样的 所以这些政党 你不怕他三角战啊 三角战你记得 绑而东的那时候当选区 然后李立年当年赢了 那时候多少个战 四个候选人还记得吗 没问题的嘛 不是问题的 避免三角战是避免三角战 是那些强大的在野党 要跟彼此之间要避免 两个跟自政党三角战 这个成立 但是至于那些小小的啊 哎呀 他们来就给他们来咯 没办法啦 对不对 你不懂他的 他没有 明明不会赢了 他也要来的 就是很奇怪啦 他的按规计就被没收 也没办法啦 给他去了 真的我觉得 我 我 我 参加过这么 多少年的这种 多少戒的那种 大选 大选 和在在在而三的在一起 出现在镜头上面 表示团结 哇 这太好了 我们需要这样 而且我需要 有些很难过啦 有些 有一个政党是 波东巴西嘛 第一个在野党 是第一个吗 还是 算是 第一个 这个独立候选人啊 独立候选人啊 独立候选人 哎呀 凋零啊 没落 这些本来是 像样的 在野党 这样的就消失掉喔 心里是有一点感慨啊 那希望在野党也越做越好 我们能够有一把监督 把这个 政府的这种声音能够 发出来 哎呀 新加坡人喔 我是很灰心的 你过一个年啊 你看到每个 不怕什么呢 一直劝我劝我 本来我不想讲啊 劝我 我就偏偏要讲 人就是这样 劝我干嘛 我 我有言论自由了 是不是 劝我什么 劝我不要骂政府 我没有骂 我在讲他们 讲对好 我们称赞啊 不好 我们要讲啊 我跟你讲社工好啊 这个行业好 要鼓励要去宣传啊 但是你不要搞那些 有跟没有的嘛 什么车那个足球队 不轮不累啊 除非你真的有这种社工 是专门 请去车足球队的 那我没办法 我跟你道歉 你告诉我 你现在跟我 叫我 收回我的话 有也是觉得不对的 你真的 我们需要很多社工 不够了 车那个足球队干嘛 他们自己踢足球 要群众的车才好嘛 群众里面 你不用担心的 如果我像我当年去看足球 我每次带领 我的声音很 我的闪子很大的 我的闪门很大 我能够带领群众 不需要社工 我不需要是什么 我只要一个球迷就可以了 你没有办法自发自信的那种 喝彩 你要做社工的广告嘛 你就 好好的不要浪费这个 成本嘛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 好我们要称赞 社工是好的 事业 如果你家里的孩子说我要去做 求社服务 哇好 然后鼓励他 因为他可以体验人生 就像当年这样啊 我家得事啊 我去到监牢里面 挨了三年啊 天天跟 天天想着那些囚犯 出来建议 我们要怎么去改造他们 怎么帮助他们 三年呢 我不是三个月 我家得事三年啊 很多时候 车就停在那边 在牢房里面 跟着那些囚犯一起讲 道理给他们听 前后要花两三个小时 一天工资就没有赚钱了 只是把车子架回来 常常这样一个礼拜 要一天两天这样啊 所以我家得事好像赚不到钱 这是这样的道理 因为 我把它当成是一个带职事奉嘛 所以我不是没有走到基层去 有 我了解这些工作真的不容易 就是因为不容易 社工的影片 你就要真正的触及到 社工应该有照顾的那个层面 按老院啊 老人院啊 持 持三机构啊 或者外面的流浪汉啊 我们需要社工啊 我们的流浪汉 有没有社工去 有没有真正 你不要说我们这些人 没有办法的 你没有本事做 有些东西你是没有本事做的 你不要以为每个人都要有爱心 你没有办法 有些东西你真的是要有一些 所谓的专业人士 他的恩赐 他的热忱去照顾的 你讲容易吗 你看你每天有多少人 叫你买那个 啊 皮修背包 你还不是 你不可能每一个你都买下来的嘛 但是 我的意思是说真正需要照顾的人很多 有些人就睡在楼底下很多 但是不是每一个 所以 要鼓励这些人出来 他们要受训的 要去帮助他们 有一个长期的计划 但我讲这种话的 表示 不表示说我曾经做过 但是 我做过一些类似的东西 但是已经觉得很不容易 很佩服这些长期 服侍这些基层的人 现在我还是在服侍一些基层的人 不容易啊还是一句话 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呢 你的热忱要有 这个热忱有时会被熄灭 因为你年事已大不够 或者你的 但是你还是鼓励年轻人要出来啊 要去经过这个体验的 我知道网民里面不是有咯 做那个义工嘛对吗 你们做义工 派那个什么 派给给证券 原来是派那个 餐饮给那个独居的老人家 他踩你都傻啊 拿了就关了门了 你受得了吗 结果我相信那个 网友很出名的 应该做了几次应该give up了 然后自己找一个理由 对啊 你可以找一个理由嘛 你不要做嘛 你以为你 但是有些人却愿意每天帮忙去送饭 送什么给那些独居老人 因为你要他什么 你要他说谢谢吗 错了 你送给他你要说谢谢他 谢谢他让你服侍他 你期盼他讲一个谢谢 期盼他跟你笑一笑 他不要笑不可以吗 他拿了就关门可以吗 因为你太过希望他给你回报嘛 你这种没有得回报的 真的没有回报 只有人在做天在看 所有的社区工作 所有的慈善工作 不要求回报 你要求回报不要做 我不是说我很伟大 我曾经做过 我也是不是伟大 曾经也有受伤过 哇 你好像很打压那样 为什么我这样付出你们好像没有感恩那样 后来我慢慢也明白嘛 为什么要感恩呢 你做你的本分啊 你是替天行善啊 替天行善啊 就这样咯 就做 不管对方怎样对待你 就做 不是每一个都这样对待你啦 事实话你帅啊 总是有遇到好的嘛 谢谢你啊 总有谢谢你的啊 总有人会谢谢你的 好像我遇到一些人 在外面跟我讲说 他们还很希望我回去 监牢里面跟他们讲道理 那些人还在里面咧 还没有出来咧 他们还在打听咧 到底我跑到那里去 但是我已经告诉大家 我 我暂时还不能啊 退休后 我不知道 但是我心里也是想那段日子啊 跟他们讲道理啊 比现在我跟很多人讲道理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还真的愿意听 因为他们失去自由了 他们反而好好的 听你讲道理 现在外面的人 听不爽就换地方 听你不爽就对你不满 很多的 我是 我是不理会的 因为我是替天讲 替天行 行什么 行善哦 就是这样嘛 我不理啦 只要我救世论事 我没有攻击任何一个人 就是好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顺便跟我的那些亲友讲 不用担心我 小兵到现在 我已经讲了接近三十四十个影片 我从2005年就开始讲到 今天是2018年 我们没有得罪任何人 我们如果得罪任何人 也因是因为他做的一些事情 让我们觉得看不下去 所以不用担心 新的一年当中 你们不要怕 看到社会上有不公不义的事情 你一定要提出来 提出你的意见 别人怎么看帅你 别人怎么看傻你 别人怎么看到你 怕你受伤什么 你都不用担心 当然也不要生气他们 他们都是好意的 那坏意的不管他 恶意的不要去理他 你就好好做你在做的事情 你做网上好好的照顾自己 假新闻要小心 真新闻 假新闻有时也分不清楚 自己的网页自己照顾 评论 乱乱讲话 你要答应 所以你要注意 所以你要注意 我也是想真的很难注意 那我们一直 一而再再而三强调 我是 生在这里 活在这里 生活在这里 我最后死也死在这里 我跟韩国语讲同样的话 我死也是死在这里 大年初二讲什么死死圣 现在人不计调 过年里面我的亲戚有人穿黑衣服 我很忙 我不要直播 我要专心写我的论文 我下个礼拜要见我的讲师 要教第一份 第一份的那个 所谓的大纲 第一份的内容大纲 还有你的整个的思路 方向目标 在第一份里面要呈现 所以我下个礼拜 我有两天时间 我这段日子 找了很多书 有在看 大概 还有信心 所以 你们看到我直播 不可以跟我的讲师说 哇我等天没空 直播没做功课 有 我都有在做功课 好了 33分了 讲多了一点 我现在要尽量30分钟 讲完 所以 年初二 知道你们有些初三要开工的 就祝你们好好的生活 注意安全 注意 不要遇到坏人 不要遇到麻烦的人 祝你们大家好运 拜拜 如何 感谢观看